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地幼儿园群聚 再来是社区感染 原本趋缓的疫情 没想到又被攻破 不知道为什么板桥 都刚好就包在这儿 然后又住这边 随身酒精口罩一定要 因为我就住这附近 所以其实蛮可怕的 因为每天都会进出 就是都一直在这边 然后板桥人又很多 就连外地人来到这里 也小心翼翼 等公车口罩面罩带警警 截至九号 新北市目前共有16校 超过7000人预防性停客 从板桥新埔一带 向外扩散 不到两公里处 还有三铁共购的板桥车站 离台北更只有一桥之隔 未在交通枢纽 板桥成为这波疫情重灾区 店家也受害 当地水产店等不到客人上门 主动出击 帮客人挑海鲜 出动机车大军 帮宅配 其实这两天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们来客大概就减少了八九成油 现双北帮配送 拼两个小时送到家 半桥店家拼自救 就怕重现五月疫情恶梦 咱们希望捡红清雾雅亭新的报道